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秋定了这个动词短语 我们大声来一遍 Hammer out Hammer out 这个hammer大家可能背过 本来当名词就是锤子 榔头 锤子可能到了陕西是骂人的话了 叫榔头吧 榔头秋定了吗 什么意思呢 看个英文解释 Hammer out something 是个短语 它表示 To decide on an agreement, contract, etc 怎么样呢 After a lot of discussion and disagreement 那么在很多很多的讨论和分歧之后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呀 一个合同契约等等等等 就是敲定了 通过了很多一开始有分歧 讨论半天之后 双方敲定了一个合同 一个协议 一个条约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用Hammer out 特别像中文中 这个敲定了 我们看个简单例子 The two countries finally hammered out an agreement 两国最终终于敲定了一个协议 一个条约 可以用Hammer out这个词 这是敲定了 但达成协议除了用敲定这个词 还有好多动词呢 百分钟就出现替换了 还有哪些词可以表示达成协议呢 比如最常见的是 Reach an agreement 达到和走到了这个协议那里去 或者Come to 来到这里都想 Come to an agreement 是达成了协议 同样的 旅行的协议 叫Keep an agreement 或者Honor an agreement 叫旅行的协议 这个Honor 还是用的美式评写英识是Honor 还有违背了协议 我们用Break 打碎了 或者直接用违犯法律 这个Violate Break an agreement 或者Violate an agreement 这是达成了协议 当然也可以用我刚刚讲的Hammer out 然后呢 旅行兑现了协议 还有违背协议 撕回协议 用第三个表达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第八课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生词短语 我们就看到这儿 就好了 所以就切换了 我就切换了 那我们就切换了